加拿大有研究发现 美国有未成年婚姻 违反了14个州的法定强奸法 梅志辉报道 密娇大学的研究人员 调查了美国儿童 如何在合法性行为年龄之前非法结婚 并发现未成年婚姻 违反了14个州的法定强奸法 而美国一些州份 将已婚配偶之间的性行为 从法定强奸定义中排除 可能会鼓励未成年婚姻 联合国将18岁之前的婚姻 定义为未成年婚姻 被认为是对人权的侵犯 会损害儿童 尤其是年轻女孩的健康和教育机会 而另一项研究发现 加拿大在2000年至2018年之间 就迁发了3600多份 涉及18岁以下儿童的结婚证书 如果美国将全国的法定结婚年龄 提高到18岁 那便会符合联合国到2030年 结束未成年婚姻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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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